尋夫基爆炸事件 真主黨也譴責以色列製造了尋夫基爆炸事件 並表示將接受應有的懲罰 以色列軍方拒絕對路透社關於爆炸事件的詢問發表評論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真主黨官員說 全夫基爆炸是該組織與以色列衝突近一年來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 自去年10月加沙戰爭爆發以來 以色列與伊朗支持的真主黨 一直處於跨境戰爭狀態 這是多年來最嚴重的一次衝突 真主黨在一份聲明中證實至少有三人死亡 其中包括兩名該黨戰士 聲明稱第三名懸難者是一名女孩 並補充說正在對爆炸原因進行調查